天青好 前總統馬英九周末一早陪同自家立委蔣萬安到市場發放春聯 兩人受到粉絲熱情歡迎 蔣萬身為黨內台北市長 未來的日文人選 麻前總統這一次和他一起背早年 頗有相挺之意 而蔣萬習的對手吳一農 雖然因為考量疫情 他只開放李明道理辦公室來索取他特技的春聯 詢問度一樣很夯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合照的粉絲源源不絕 前總統馬英九 合體自家立委蔣萬安發春聯 人氣超級旺 好 一二三 好 這魅力有多大 蔣萬安恐怕都得自嘆不如 跟在馬前總統身邊化身工具人也不嫌累 臉上始終掛著笑容 拱手問候 與民眾拉近距離 如果幫他增加孫勢的話 那是自然的發展 馬總統他特別聯絡辦公室 因為他新的春聯出爐 然後希望能夠在我選區做發送春聯 同時跟民眾拜個早年 畢竟蔣萬安被視為國民黨 北市長熱門人選提前和鄉親們拜早年 連黨內大咖都親自來助政 相較之下 昔日對手吳一農低調許多 雖沒親自發放 而是把春聯放在禮辦公室開放索取 詢問度也很行 壯闊如牛四個字 那因為我們團隊是壯闊臺灣 我覺得這四個字很適合 特別燙金 然後牛轉乾坤 字體我們特別挑比較活潑 大手筆燙金 蔣萬安維持往年的保守陳穩峰 吳一農結合團隊名稱 發揮創意 就是春年喜氣嘛 大家開開心心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設計 那歡迎來拿 已經加印了三次了 加印 然後可能過年前還會要再加印 對 不過就是一個喜氣 距離2022台北市長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雙帥對決之前 先用春聯互別秒頭 記者林俊廷 黃新台北採訪報導